相關的影片論壇裡面都有啦 所以今天的話應該是第九次上課 那裡面的話第八次上課我們來看一下第八次的話 我們主要是 利用兩個範例一個黑名單篩選 那黑名單篩選這一題主要可以學會就是說如果你有兩個 範圍資料的比對 比如說一個黑名單 然後一個是你要查 某些email 大概有幾千個吧幾千個email是不是 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那如果有出現的話呢 那你要怎麼快速的把 那個就是你要找的那個清單裡面是黑名單的把它 抓出來 那當然我們用了兩個簡單的方法一個是 用那個conif 所以裡面的話我們用conif函數 那conif函數主要就是說 他其實conif函數裡面就是要兩個資料嘛一個是 就是 那你就給黑名單 那另外一個 你要找的那個資料 所以 就是那個查詢名單 那如果有找到的話就是1啦 如果沒找到就0 OK 其實conif還蠻好用尤其在 兩個範圍之間做資料比對的時候因為蠻多同學 如果不會這個方法的話那你可能很麻煩你可能要不斷在用尋找 尋找的方法 那當然很花時間 或者是說沒有更好的方法當然就就花時間啦 那再來的話用篩選功 因為他如果找到是1 conif的結果他就是找到了 告訴你說找到一次 OK 那如果 如果找不到的話就0 那如果我們再利用篩選 那所謂的篩選就是說 你要把那個某一欄的資料比如說0跟1 把1留下來的話那你可以用那個篩選功能 把1留下來把0給去掉 那基本上他就把0 幫你把0的部分隱藏起來 實際上他資料還在喔 只是說他把隱藏起來 讓你沒辦法選取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1的部分做複製的話 那其實我之前講過你可以control shift 就是選那個 A2那個位置 然後把它選起來 貼到那個 我們的 查詢結果 貼過去的就會是只有1的部分 就是找到那部分 所以這個方法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最後當然我們有把它錄製成聚集 那這個地方的話 錄製聚集等於是利用黑名單最好是按下去 他就自動全部都幫我完成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我只要做一次就完成 所以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最後就做出一個什麼 那個黑名單篩選 那有一個清除 清除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有一個那個黑名單篩選 自動把 這邊是黑名單的 自動幫你把它搬到查詢結果裡面 那這個是 黑名單篩選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題是那個 樂透彩的中獎機率統計 那也就是我這邊有 放了兩年度啊 一個是101年一個102年 那這兩年裡面出現 1號 的機率是多少 出現 2號是多少 那我如果希望呢看到的結果是 類似像這樣萬分是多少的話 上禮拜有講到 就是說 當然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利用兩個函數 一個是conif 一個是cont conif是找 哪一個號碼 cont是呢 是算那個 我們開講 101這個範圍裡面 到底有 幾個數字 那利用這樣 幾個數字除以他 1號出現的 的那個 數字 那一除之後就是機率 那這樣可以看到那萬分之多少 我們這邊用格式按右鍵喔 這邊其實你可以怎麼去 針對這個 這個 儲存的格式裡面喔 我是利用那個還記得吧分數裡面喔 用那個百分之多少去制定一下 再把這邊加兩個零 就萬分之多少 所以以後如果你沒有 你要的那個 格式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制定 找到再制定一下 他也可以看到我們要 最後做出來就類似這樣 那當然呢我們這101年做 102年 最後把它加起來就合計 那再算他的排名用rank OK 那不過呢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一鍵完成 比如這邊有總共有 有6個按鈕 那當然我就希望說以後 下一次如果假設 我又會希望重做因為資料來源改變了 那我希望喔 前面的資料改了那我 不改任何動作之下 我可以按下一個按鍵 那自動呢就幫我把最後的結果給做出來 實際上呢 這個按鈕 基本上就是跑個for回圈嘛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分別把那個sales的i列的b欄 丟什麼 丟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裡面呢有一個地方必須改成i 就是這個a2的2 OK那怎麼知道a2的2 你選上面這個 再選下面 就是你這樣切其實就可以看到 他這個a2會變a3 那也就是這個地方 你將來把它改成i 那依此類推 那個sales id的c欄 裡面的話 這邊改一下 那依此類推 其他都一樣 那這一個按鈕基本上 主要裡面的程式 大概就六行程式吧 就是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 這個是我們要 處理的範圍 然後呢 b欄裡面呢 是丟剛剛的公式 所以把公式貼上 並且把那個a後面這個2 改成一個 i的變數 我把字放大 這邊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裡面 可以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你貼完之後 改這個i 變數放到裡面 然後呢 再來就是c欄 再來就是d欄 再來就e欄 所以bcde 分別把什麼呢 把那個公式 分別就貼嘛 複製貼過來 這個複製貼過來 以此類推 那這樣的話呢 很快的就會 做到什麼了 假設你以後有很多重複的事情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一招 OK 這個方法的話呢當然 可以很快的幫你把 你之前做過的事情 又重新做過 再跑一遍 那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前面資料有變更的話 後面就不用 不用再做任何事情 那清楚的話就把裡面丟空置串 最後的話我希望 格式化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前七名 排名裡面 我希望抓到 假設 這個 之後呢 我要買那個 這個樂透彩的話 那比如說 我希望呢 最高的那個前七名當成參考 那我可以把 把它格式化 那格式化條件在這裡 格式化在這裡 OK 這部分應該還記得吧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裡面的話呢就一個 邏輯 邏輯的話呢就是 if 如果什麼呢 依然裡面的 值 把它抓出來 它如果小於等於7 因為我要排名是前七名的 這個 然後這個 那我怎麼樣呢 把前面這邊做格式化 格式化前面有講過 就底色變黃色的話 那就 intro color 等於 RGB 然後 黃色的話呢 就是 紅色 加 綠色 OK 還記得吧 上禮拜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這部分假如說 你 不慎熟悉的話 回去一定要多練習 因為這種東西 你要能夠 應用在工作上面 一定要非常熟練 我剛剛講的東西 你就是自己程式要打出來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你怎麼應用 OK 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是要熟練 回去的話程式碼雲端上都有 你也可以自己再參照一下 另外的話呢 當然前七名 最後當然格式化 其實 雖然也是已經做出來 可是問題是我還要向下捲動才看得到 所以最後我就想說乾脆把 這邊 丟到這裡來 這個 丟到這邊來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格式化程式 稍作修改 那改的地方 基本上我上禮拜講過 細節部分請各位自行再 回去看一下影片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把 這個格式化這一段的回圈 把它複製貼過來 那改什麼地方呢 就是改那個 一樣 資料丟過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DEMO一下 把資料丟過來 12 21 27 一直到39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把資料搬過來 搬過來的話呢 這個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把找到的東西 丟到正確的位置 那這裡面的話有個概念就複製資料 比如哪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以後 你很多事情都 可以如法炮製 所以這邊的話呢我上禮拜有特別強調就是 第一個我是把什麼呢 格式化這邊的城市 其實你可以把它複製 有些地方如果是一樣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來改 那改哪些地方呢 當然這地方我是把底色 改成 黃色 那如果你不是改喔 你是把什麼 把這邊的資料 搬到那邊去的話 記得搬到哪邊去要寫在前面 所以 寫在前面的 就是什麼呢 我要搬的是搬到 F 所以 前面部分的話是 第二列的這邊改成F 這個是我要放哪裡 寫前面 那把什麼呢 把這個儲存格搬過來的話 這個儲存格呢 因為它在A欄 那哪一列呢 基本上就是 I列的A欄 所以其實可以拿這個來改 Ctrl C 一下 這邊 OK把它改成A 也就是說呢 找到的那個 E欄裡面 那我把它的A欄的東西丟到這邊來 不過你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他會變成說 我先把這邊底下先清空 如果你這邊執行的話 變成說只有39 為什麼因為這邊都第二列 大家都放在第二列 所以12放過去 21放過去他就蓋掉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2 能夠變成向下放的話 那其實有個概念 你用K等於2 K的話呢自己取個變數 2的話呢就是你要放的那個列的初始值 意思是說從哪一列開始放 我從第二列開始放 那我這邊的話可以把這個K放到這邊來 那每當我 只要呢 放一個之後呢 我希望呢 下面那個K就要變成 下一列嘛 就要把它加1 所以 底下的話就K等於K加1 OK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 以後蠻多地方 都會用類似的概念喔 只要你要做資料搬移 後面其實那個檢視比參照函數裡面 有蠻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的 比如說你找到某些範圍 你要把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搬過去 比如說你可能很多資料裡面 你要把某部分 比如業務部門 會計部門 一堆部門 那你只要找業務部門的資料搬過去的話 其實也可以利用同樣的寫法 資料也可以 通通幫你把它搬過去 OK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就可以呢 執行 那就會是 最後看到的 不過好像後來 也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我希望 這邊呢 怎麼樣呢 可不可以按照 那個排名 做排序喔 有沒有最後各位可以想想看喔 在圖案同學就說 老師那 這個地方的排序是 反正找到小於7 他就一直 丟過去 但是我如果今天怎麼樣 我希望 先抓 第1名 所以第1名的話是這個 34號 應該是這邊應該是從34號放 再放第2名 第3 第4一直往下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我要按照名詞排序的話 不過這個要改的地方 改變 不多啦 好像我記得大概改個 大概多一個回圈吧 大概就多兩行 層次 層次 就可以按照 你的那個 排名 第1名到第7名 所以這部分的話也許 這個延伸性的練習 各位可以 自己再試試看 這個我想 就是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呢 我不要按照 那個 從上到下的排序 而是按照 他的排名 去做排序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在 延伸出去 就是說因為 我上個禮拜有解釋 樂透彩他好像101102年都叫樂透彩 不過後來改了一個規則103年 他就改成叫大樂透 那規則呢 基本上都一樣是7個號碼 就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只差別說他的統計分析 我們本來到42號 他好像就又延伸到變成49號的樣子 OK也就是說呢 第一個 我知道 有那個大樂透 第二個的話呢如果今天我希望怎麼樣 找到大樂透的所有資料的話 那其實網路上都有啦 你們可以在 雲端上面 雲端白板裡面 那個檢視 數學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 大樂透 我這邊有放一個那個 抓取大樂透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呢就延伸 等於是 樂透彩 的資料的延伸 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找到那個大樂透的歷史 你可以Google一下大樂透的歷史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開一個新的 新頁 然後你把那個 大樂透歷史 大樂透空一個歷史 我不要找這個 那第一個就是 那個樂透雲 那這個樂透雲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大樂透的 歷年來的所有資料 像這一期最新的 昨天開出來的 OK所以昨天如果你有買的話 應該 就可以對對看 看有沒有中 那基本上就是每幾天吧 那每四天 每三天 就開始講 那最新的 最舊的在哪裡呢 今天會發現 歷史資料 他這邊總共往下 第1頁是最新的 第16頁是最舊的 所以你會發現喔 2004年的1月5 我記得1月5號是第1期吧 OK 那也就是說他每一個page呢代表 就是每一個每一頁 那不過你會發現喔 點擊這邊喔 這邊會出現index page index page 等於1 那如果你這邊 假設點2的話 他會變成index page等於2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第2頁 如果第3頁 輸入反正就是 這邊可以變動 除了說你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點選下面這邊 去變更之外 其實呢也可以從 這邊裡面的這個數字呢 做變更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那有個需求啦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 1到16個page 的這些數字喔 我希望怎麼樣 一鍵可以 就是說呢有沒有方法喔 可以快速的呢 幫我把 剛剛的資料呢 放到這邊來 也許這邊呢 我們就是下載大樂透好了 OK 那要怎麼樣可以喔 把這些資料呢 快速的下載下來 當然如果你沒有好方法的話 以前做法 複製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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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複製貼16次 如果未來如果資料更新 你可能又要再複製貼 複製貼 尤其是很多資料 每天都變動的話 像一些金融 資料 每天都變動的話 那你怎麼辦 每天都貼嗎 當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呢 你可以善用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呢 資料裡面有一個從web 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那個網路上的資料 下載到那個Excel的話 當然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資料從web 那這個web如果說 你給他網址 他會幫你把 那個網址裡面的 表格喔 不過 僅限於表格啦 不過理論上你要下載大部分的表格 幫你把表格資料 放到Excel裡面 所以呢如果我以剛剛這個例子來看 比如說你們找到大樂透 那我今天當然我先demo的時候先一一好了 好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一個頁面呢 下載到 那個Excel的話 你先把網址複製 複製這個網址之後 第二個的話呢切到那個Excel裡面的 資料從web 那做什麼呢 把這個網址 剛剛那個網址貼上 按一個到就可以了 那不過呢 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會幫你 在Excel裡面 開啟什麼 開啟IE瀏覽器 等於是把IE瀏覽器 外掛 掛到 那個Excel裡面 那如果說他出現指令錯誤啦 反正你就按4就好 因為他有一些好像是JavaScript沒辦法執行正確 那沒有關係你就全部 把它按4 那你可以看到喔 只要是裡面是表格的部分喔 他都會有一個黃色箭頭 那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選哪一個表格啊 你會發現他已經找到 有這些啦 那你會想說 這個好像看起來不像表格 不過網頁 通常那個表格除了說真的拿來做表格用之外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做排版 OK所以網頁上面很多喔 可能那個表格不見得是真的 放資料 他有的時候是拿來做排版 那我們要的那個是這個 所以你把這邊點一下 然後按一個匯入 那他會問你說請問一下你要匯入到哪裡 我匯入到A1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我把 那個第一個Page的資料呢 下載到 我們的那個Excel 不過呢 我們有16個Page 你總不可能說 我們在下一個 下一個怎麼樣呢 郵標再放在這邊 然後在資料 從web 然後再貼 然後把它改成2 可是你這樣要做16次啊 所以如果重複性的工作 恐怕你就要想到 怎麼樣呢 寫個回圈就可以了 寫個回圈 但是 剛剛那個動作那些動作呢 你想說 我要寫回圈可是中間需要有程式啊 那些程式怎麼來的 其實你可以用錄製聚集啊 有沒有 所以剛剛那些動作 第一個 你先彩排一下 OK之後你就錄製聚集 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在 那個錄製的聚集外面在保有回圈 那回圈範圍就 1到16 他就會幫你把1到16頁全部下載下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主要 主要是從那個因為上個禮拜我沒有樂透財的中獎機率統計 那如果說我們野心比較大 我希望 不只是統計那個樂透財 的部分 我還要統計什麼大樂透 歷年來所有的 包含一直到 昨天為止 總共 這個的號碼 那當然網路上有啦 不過呢我要把這些資料全部都匯整下來的話 當然如果你不會快一點的方法 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你只能塗髮煉鋼 如果每天你都塗髮煉鋼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時間一定不夠用 因為你每天都在做一些重複的動作 那如果你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你只要寫一次 下一次呢你就按個按鈕 你的新的資料又update又下載下來 那你就不用再做 再做一遍 OK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大概 彩排一下 把那個網址 第一個page 貼上 然後呢利用那個 Excel裡面的資料從web試試看 然後